嗨 大家好 我是米娜 我是一位職業媽媽 有一個八個月大的寶寶 哈囉 盧卡 大家的刻板印象就是 全職媽媽好像是一個很輕鬆的工作 她大便 你每天必須花很多時間 經歷在你的小朋友身上 然後接近崩潰的狀態 更先才結婚三個月的時間 我的先生 以先生的身份 給我面對的第一件事情 其實就是去醫院看我的檢查報告 我經營的社群 今天是年輕乳癌社團 花樣女孩GOGOGO 今天要帶大家來看看 全職媽媽都在做些什麼 當媽媽就像是 進入一個全新的世界 然後你的生活會 無預警的大幅改變 媽媽以付出的程度來說 絕對是一個專業的職業 一旦當了 就是終身不能離職 你就要永遠當一個媽媽 放假的時候也沒有休息 職災的時候也沒有補貼 非常的辛苦 媽媽的視線 每天24小時都不可以離開寶寶 因為我跟我先生交往十年的時間 我們其實就是為了想要有一個小孩才結婚的 但事實上我本來以為 生小孩之後我可以做一些準備 然後當一個媽媽 結果等到小孩出生以後發現 事實根本不是我想的這樣 其實非常的辛苦 而且很多準備怎麼做都不夠 恭喜發財 自己帶寶寶的好處是可以跟他一起經歷過很多第一次 不管是寶寶的第一次還是我的第一次 你會看到寶寶很多的成長 像是寶寶第一次翻身 離開他原來位子的時候 那時候我覺得很感動耶 因為他本來都在原地都不會動這樣 還有一個 哇這麼多個 棒棒棒棒棒 剛開始在帶寶寶的時候 我有過就是打開尿布 然後寶寶剛好在尿尿的時候 我就被嚇到從床上掉下來這樣子 但是像寶寶第一次睡過夜的時候 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很感動的第一次 那我自己在看寶寶成長的時候 我會看到蠻多很有趣的事情發生 譬如說他有時候會被自己的屁嚇到啊 或是他第一次發出聲音 然後最近學會一個新的 是學會坐著 所以我就第一次看他坐下來 然後就像個大叔一樣自己坐在床邊 我覺得這也是蠻有趣的第一次 一開始在幫寶寶洗澡的時候 真的太害怕了 然後他很軟這樣子 然後有過就是都不敢洗 後來真的硬著頭皮才 幫寶寶開始從擦澡 然後慢慢到洗澡 那個時候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才克服心理的障礙 對我來說我覺得影響最大的就是 帶寶寶的時候睡眠剝毒的這件事情 因為新生兒剛出生的時候 大概兩個小時要餵一次奶 所以你就會壓力很大 你沒有辦法睡覺 你每天必須花很多時間 精力在你的小朋友身上 然後也沒有辦法做別的事情 因為你必須在小朋友睡覺的那段時間 做很多家事啊 不管是洗奶瓶清潔家裡 幫他洗衣服 我連拿手機的時間都沒有 這大概就是非常勞力密集的工作 然後完全沒有自我 也接近崩潰的狀態 所以也很容易就是跟家裡的另一半發生摩擦 因為大家的精神都已經到了極限 我照顧小孩一天的行程 運氣好的話呢 他可以睡到六點半才起床 運氣不好的話 也說四五點就要起來吃早餐囉 然後聽到寶寶哭之後 我們就會趕快起來準備 泡奶 然後他一天的寶寶粥啊 蒸蛋 蒸饅頭 因為寶寶現在已經開始進入 副食品的階段 寶寶用的食材 通常就是會盡量在有機店裡面找這樣子 那因為寶寶粥裡面 其實它多少也有高湯的調味 所以我自己在做這些 不管是蒸蛋啊 或是蔬菜的這種 我們都會就是盡量用乳味 就是不要讓寶寶吃太鹹 吃完這一餐的時候 他通常都會有點想睡覺 他就會開始揉眼睛 然後餵他吃他也不吃這樣子 這時候呢 我們就會把寶寶抱起來 開始哄他睡 哄寶寶的過程 對媽媽來說 就很像一個重訓的感覺 有的時候很快 可能五分鐘十分鐘 有時候很久 就大概要半小時 他才會睡覺 終於睡 他媽好快喔 我覺得我算是出門派的媽媽 因為我還蠻喜歡帶小朋友出門 從小朋友很小的時候 我就可以帶他出門了 我覺得好處是 可以讓寶寶多接受外面 就是感官的刺激 然後你會覺得他的反應都蠻好的 更棒的好處是 因為在外面容易累 所以他回來後就可以睡得比較好 好可愛喔 來來來喔 有小孩之前的出門 是非常優雅而且快速的 在有小朋友之後呢 出門前要做很多事情 就是出門小朋友一定要帶非常多的濕紙巾 有的時候外面的尿布台很髒 所以還要帶一個尿布的墊子 然後呢還要到尿布本人 我們帶六七片 再來就是屁屁膏 因為小朋友的屁股非常的脆弱 所以有時候在外面上廁所或在家裡 我們都會用屁屁膏 有時候吃飯吃得很髒 我們也要換一件衣服 水可能會打翻 內衣也是了 所以就是還要帶一件超小的內衣 再來就是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口水晶 一條 兩條 三條 四條 每天早上我們要花最多時間準備的 就是小朋友的餐帶 出門的時候要先幫他準備粥啊 準備粥要怕他渴要帶水壺 然後還要帶湯匙 跟帶剪刀 那要怕他無聊要帶餅乾跟米餅 你一個人根本沒有辦法提這麼多東西耶 因為寶寶很大嘛 他放在你的身體前面 那你背後背一個貓貓包 你也放滿剛剛你所說的所有東西之外 你還要帶自己的皮包 然後接著要出門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就是 不管怎麼準備 然後寶寶一定想要在出門的時候大便 媽媽容易遇到的崩潰經驗 大概就是小朋友不知道為什麼 出門前發生嗯嗯的聲音這樣 就算他沒有在出門前駕駛好了 他出去以後一定會在車上駕駛 然後平常很順利的事情啊 一出門就會遇到各種災難 比如說在外面吐奶啊 各種這種想像不到的事情 媽媽除了體力透支之外 精神壓力也是非常大的 而且很多都是自己給自己的壓力 如果媽媽可以出門休閒啊放風的時候 雖然小朋友在家裡 先生也顧得蠻好的 但是呢你就會覺得沒辦法放心 然後會覺得有罪惡感 就是我真的可以離家這麼久嗎 其實可能才15分鐘 你就覺得壓力很大了 曾經聽很多媽媽說 覺得自己的先生 在照顧小孩的這一塊 沒有幫上很多忙 那我自己的話是覺得就是 不管是多小的事情 多小的幫忙 真的只要幫忙一點點 幫助就真的蠻大的 對哪怕是就是抱一下小孩啊 洗一個碗 支持對方這樣走過這一天 Lu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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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聽到有人說 出門上班 比在家裡帶小孩輕鬆 請千萬要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 相信這一句話 在當了三個月的全職媽媽之後 我開始就是很想念以前的工作 所以決定再回到職場上班 嗨 Luca 收看媽媽 我是水魚潘拍手 32歲那一年對我來說是很特別的一年 因為那一年剛結婚 然後因為結婚的關係 頭髮流的很長 都快要碰到腰了 我在32歲的那一年 有一天洗澡的時候 在胸部摸到一個滑動的小腫塊 然後就覺得非常的害怕 因為以前從來沒有摸到過的經驗 我就立刻就是 找乳房外科的醫師做超音波 跟觸診的評估 醫師覺得我的年紀還輕 所以是良性的纖維囊種機率很高 所以就希望我不要太過擔心 但是因為我心裡就是 還是覺得有點緊張 這個時候我又找了第二醫組的 專業意見來詢問 醫師也是持同樣的看法 不過醫師覺得如果我這麼緊張的話 他也可以幫我做切片檢查看看 結果沒想到就是在看切片報告的時候 醫師就問了我一句說 請問你今天是自己過來嗎 跟先生才結婚三個月的時間 我的先生以先生的身份 給我面對的第一件事情 其實就是去醫院看我的檢查報告 那時候在診間的時候 醫師就已經告知說 我胸部有一個一公分的腫瘤 然後確診為乳癌一期 那個時候其實腦中是一片空白的 沒有辦法想太多的事情 但是閃過很多畫面就是 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沒有完成啊 然後治療是不是都跟電視上演的一樣恐怖 那我是不是要做手術切除我的胸部 非常多非常多害怕的事情 然後我是不是要死了這樣 我還記得有一天晚上的時候 我先生就在睡覺以前就跟我說 這是他第一次覺得我們距離死亡是這麼近 因為以前想像到的不管是癌症啊 或是疾病或是死亡 都是很年長的時候才會發生 或是不會在我們身上發生 我必須說我的狀況其實算是蠻幸運的 因為我自己有在胸部摸到一個滑動的腫塊 但事實上腫塊會因為位子的不同 很難是自己摸到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很多人一發現的時候就已經非常嚴重了 現在離癌的年齡就是一直在下修 所以我們更要重視自己的健康 要定期做健康檢查 我們知道政府也有在推四癌篩檢 像是大腸癌 口腔癌 子宮頸癌 乳癌的篩檢 但是比較年輕的朋友 如果還沒有到達篩檢的年紀 也可以去自費做檢查 來預防這些疾病的發生 現在再回過頭來 然後看那時候經歷的這個過程 當你發現自己離癌的時候 第一步真的是要冷靜接受 因為你要冷靜下來 你才可以做很多的決定 第二個部分 就是要聯絡自己的保險業務員 確認自己的保單內容 然後盤點手上有的資源 這個對治療是非常有幫助的 我還記得確診的時候 就是親朋好友都非常擔心 然後有家人就還有詢問我說 他已經退休了 然後他願意把這個 退休金拿來給我治病 當我們年紀還輕的時候 然後就確診罹患癌症 其實我們這個時候 應該是為家庭付出的時候 但是反而要已經退休的就是長輩 再把退休金拿出來 我覺得其實對我們病人來說 心裡也是很不好過的 在跟家人討論過後 然後也跟保險業務員聯絡 才發現就是原來我有一張 已經滿期的保單 誰會知道就是已經 繳費20年期滿之後的癌症險 然後有一天突然自己就用上了 我自己在治療的過程 大概就花了100多萬 所以非常感謝就是 家人那時候有幫我就是 準備了這張保單 可以讓我順利的完成治療 雖然現在我們知道就是 健保的給付是非常多的 可是事實上每個人狀況不同 有一些藥物還是沒有涵蓋 在健保給付的範圍裡面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需要自費 那我們其實看到蠻多 因為沒有就是合適的保險 在經濟上也遭遇到一些困難 甚至有病有因為這樣子放棄治療 所以應該在還沒有生病以前 提早做就是保單的規劃 手術後的兩週的心情 大概都是很空白 然後很慌張的 然後好幾次我記得醒來的時候 還想說 就是確診癌症是不是做夢 這樣沒有結果那都是真的這樣 那那時候有一段時間 其實是不太能接受的 那時候剛好有看了一個演講 那演講中的講者就有提到說 如果你是一本書 你希望你是什麼樣的書 對我現在在這樣的情緒裡面 然後我也罹患癌症了 但是我以後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我現在還可以做決定 所以我就決定振作起來 然後好好就是跟自己相處 然後開始我的治療 癌症治療 尤其是乳癌的這項治療很特別 因為每一位的狀況都不一樣 只有主治醫師是最了解自己的情況的 在癌症的治療過程中 我一共做了12次的化療 然後17次的標法 已經三年的停經針抗荷爾蒙治療 那化療的藥物其實它的功效就在於去消滅 就是分裂比較快速的細胞 因為癌細胞的分裂很快速 但是同時它就會讓你毛髮啊 指甲啊掉光這樣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很多化療的病友是沒有頭髮的 但是不用擔心就是治療過後 我們還是可以長出頭髮的 然後第二個呢我也做了就是一個月一次的標靶治療 那這也是整個治療的項目裡最貴的一項治療 標靶治療它非常的特別 就是它以比喻來說它就是一個開關 然後會把特定的一些比較活躍的癌細胞的開關關起來這樣子 然後最後是抗荷爾蒙治療 因為我們想像常聽到乳癌其實是跟荷爾蒙相關的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利用抗荷爾蒙的治療 維持我們的身體狀況 我還記得就是我第一次打化療的時候 那時候是住院打化療 然後我躺在病床上 然後護理師就會推一個就是車子進來 然後那車子上面就貼了很多封條 他就戴了手套然後穿了圍裙 然後把這些藥物呢小心翼翼的拿出來 然後呢接著就打到你的身體裡 我其實會覺得就是這個治療對我來說 其實最害怕最恐懼的並不是身體的部分 我反而覺得最辛苦的是來自於未知的恐懼 因為我不知道打化療會發生什麼事情 副作用可能有好幾十種 你也不知道你會產生哪一種 下一步是什麼 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當時在治療之前就是我非常努力的收集 就是相關的治療資訊 但是其實那個時候網路上的資料非常少 因為乳癌是屬於比較隱私的疾病 所以那時候我除了有詢問第二醫主的建議之外 也有看其他不同科別的醫師 得到這些回答之後我就把它整理下來 也在網路上面做分享 我才發現原來你對於這個疾病是越了解越不害怕 我的職業是新媒體工作者 我也是面對乳癌你不孤單這本書的作者 我的工作是精英化讓女孩gogogo的社團 這是一個乳癌的支持團體 我們在社群中照顧並且支持病友 一起度過就是離癌最艱苦的這一段 我們最常討論的就是像是 化療前的行前準備 我們要帶什麼東西去醫院 然後要怎麼補充營養品 那或是怎麼選擇假髮 是不是要霧眉 或是像是術後內衣 這都是我們常常討論的項目 當我們聽到乳癌相關的手術 最常的就會第一個想到的是乳房切除手術 在乳房切除的手術之後 有需要的話其實也可以做重建手術 來維持就是本來的外觀 我自己的狀況是在醫師的評估下 我最後做了就是單側的切除重建 以及對側的熔乳 好讓兩邊看起來就是更均衡一點 我們發現其實乳房重建的這個部分 對於年輕病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就發現有年輕病友因為沒有乳房重建 每天洗澡的時候都不敢照鏡子 這對自己的心理會造成極大的壓力 其實大家對於乳房重建有很多想法 有的人支持 有的人反對 我覺得這些其實都好 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心裡的想法 你自己的心裡想怎麼做 加上醫師的同意 其實就是最好的選擇 我自己在經營粉專的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常常會收到病友的訊息 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有位病友就詢問我說 米娜化療是不是真的很可怕 我不敢做化療 那時候我記得我有就是簡單的鼓勵他一下 因為化療跟他想像的不一樣 你看我現在做完了 我也還是活蹦亂跳的這樣子 那過了不久之後幾個月之後 那位病友又再次出現跟我聯絡說 他已經開始療程了 確實這個治療沒有他想像的可怕 他隨後又補了一句說 其實他第一次跟我聯繫的時候 本來是有輕生的念頭的 我們在接觸病友的過程中會發現 大家常常會遇到非常憂鬱的情緒產生 這是非常正常的 因為乳癌算是一個很重大的疾病 對你的生命產生很重大的影響 在化療社團裡面 我們除了線上的討論之外 我們其實也常常舉辦線下的活動聚會 在聚會中我們其實常常鼓勵病友 可以就是認識身旁的病友們 你如果能找到一位跟你互相扶持的夥伴 會給你治療的過程中帶來很大的力量 癌症是沒有就是痊癒的一天 所以對於復發轉移的恐懼 我們會一直就是體現在我們的生活上 但是事實上我覺得就是 還是不會給自己太大的壓力啦 因為在很高壓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的身體我覺得是會有不好的影響的 在飲食方面也會盡量的就是 攝取比較天然的圓形的食物 有時候也會外食啊 那就多點一份青菜 自己帶環保餐具 然後也記得有時間的時候要運動 對我來說就有很大的改變了 在歷經過這個跟死亡很靠近的過程 我想我未來不會去避諱跟小孩討論生死 也想跟他分享屬於我的故事 因為我個人的這個醫療經驗 所以我其實現在非常重視醫療保險的部分 我也會幫寶寶做好完整的醫療保險規劃 然後這樣未來寶寶也希望他可以有 午後顧之憂的面對人生每個挑戰 跟大家介紹我的育兒小物 寶寶睡著發生什麼事恐懼症 就會用這個脈搏測量器 會把它夾在那個寶寶的那個尿布上面 然後他會測量肚子的脈搏 在新手媽媽的使用上 我覺得非常的對心理很有幫助 之前要怎麼樣哄寶寶睡的時候 覺得非常的困擾 我們就發現竟然有這種白噪音的APP 就是噓噓聲合併水聲 很棒我很喜歡 有一次就是保母抱著我的寶寶在路上 然後我們剛好在路口巧遇了 結果寶寶竟然對著我笑 因為我本來覺得他就是不認得我的 因為他那麼小嘛都搞不清楚他到底認不認得 然後原來他都還知道我是誰 覺得特別感動 其實我在就是這些過程中包含離癌的這個經驗 到現在當媽媽了 其實對我來說都是蠻大的人生關卡 然後我很感謝自己有堅持下去才走到這一步 雖然也很累 可是在生活工作育兒間 我已經慢慢的找到平衡 然後也覺得非常開心 那這裡也要非常感謝就是我的先生 一路上就是在家庭給予支持跟陪伴 也想祝福就是全世界的媽媽 因為媽媽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辛苦的工作 然後媽媽要愛自己 有好的媽媽開心的媽媽 然後才有開心的家庭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我自己就是期待我以後是個什麼樣的媽媽 我其實在腦裡就是蠻常想到這個問題的 我會希望就是寶寶會覺得我是一個就是 能夠堅持下去 然後遇到難關會願意去解決的媽媽 也希望她可以在我身上學到這個部分 所以如果未來就是 盧卡在生活上遇到什麼難關 然後雖然不知道那時候我能不能給予正確的建議 但是都希望她可以知道我是支持她的 然後一切都會過去都會好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